他说我是带货小王子 我跟你一起播 粉丝就多了 他自己说的 完了杨姨说 那咱俩怎么分钱呢 你那么多粉丝 他说我不用你的钱 我奶奶有钱 都是今天又考了个97了呢 哦 给我发的是 人家是99 99 人家考了个99 张楠昨晚直播 突然接到杨阿姨的电话 说想回北京了 在台北照顾小月儿十年 月儿长大 他家里的老人也年长了 杨阿姨的一番诉苦 让网友们都感同身受 张岚也直接慌了 面对两难的境地 张岚只好不停保证 会给杨阿姨的儿子 介绍一份很好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 得知这个消息后 蓝姐的孙子 像小棉袄一样安慰奶奶 不仅告诉蓝姐 要陪他们一起带货 带了货的钱都给杨阿姨 还把自己考了99分的成绩单 发给蓝姐 把直播间的蓝姐 逗得哈哈大笑 开心坏了 看到这个场景 网友们也被感欣慰 就像蓝姐说的 任何事都有解决的办法 不能急 慢慢处理 无论如何希望杨阿姨的事情 得到妥善解决